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荷兰豆苗 下期跟大家分享这些荷兰豆苗的时候 也就是给它栽完之后使用了一次养分 像这种养分有质肥给它吸吸水浇灌 这样就能够让它快速的吸收到养分 由于在春节期间没有给它使用任何的养分还有水分 那么经过了几天的时间 它的长势还是照样非常旺盛 大家看一下这些摘过之后 它就会狂冒出非常多的一些新芽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吃不完的荷兰豆苗了 这些没有给它摘过的就没有分支出来 由于气温比较适于它生长 那么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像这些我们都要给它摘掉 这样的话才能让它分支的更多 像这样的长势我们可以给它施肥 也可以不用施肥 只要在浇水的时候给它加入鱼料 也就是这种鱼烟复合盐液 为什么要给它加入呢 因为这种盐液它的有效活菌非常充足 每一毫升都有食欲 而且它是一种微生物精具 土壤在微生物的作用上 就会快速的分解出有质质质质质质质 这样就会使土壤越来越失踪 使这个根式更好的生长 能够输送更多的养分到这些新芽新苗 才让它的长势更加旺盛 每个枝头都是长得那么粗壮的 种植哪一种蔬菜给它兑入一些这种盐露的话 那么这个蔬菜就长势更加旺盛 这样实施好的水我们可以直接的给它浇灌 我们这样浇灌也不用担心它会引起烧根烧苗 因为它是一种菌质而不是肥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何养护荷兰豆牛能够让我们有着吃不完的荷兰豆牛 我们下期再见